我们看一下108这一题 那这是一个这个圆 通过70跟0二分之七这两点 所以过这两点 那过这两点的圆呢 事实上是有无限多 我们来想一下最小的情况 最小的情况呢 就是以这个为直径 那以这个为直径的圆 其实刚好90度的时候呢 也是会在这个圆上 所以其实最小的圆呢 会过这个圆点 所以在这个设计里面呢 就可以选这个选项V 那这个圆呢 也可以长得很大 例如说几乎呢 几乎就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大张 延伸的出去 那这个 今天呢 如果这个圆是 几乎是这边快拉成直的 那对于这个选项C A加2Y等6这条线呢 其实它实际上是交不到的 所以C是错的 好那所以这个半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半径 这里是这个7 这里是2分之7 这里是7 1比2比上根号5 所以这个直径的话 是2分之7 乘上根号5 这东西比10 稍微小一些 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半径呢 有可能实际上是小于5的 好 所以这个是错的 那接下来来看圆星 那圆星就会位在这个选的中锤线上 所以这是圆星所在的位置 好 那所以圆星呢 有可能会位在 这个第四项线 好那如果圆星位在第三项线 我们现在考虑最低算的情况就在这边 好那这时候这个距离到底是多少呢 原本这条方程是 x加上这个2y 等于这个7 好那这条跟它垂直的就变成2s减y 那通过这中心点 中心点的话是2分之7跟4分之7 所以带入呢就会得到的是 7减掉4分之7 等于4分之21 好 所以知道这个焦点的Y坐标是负的4分之21 这大概5点多 这边3点多 所以这时候的半径呢的确实际上是大于8 所以1也可以选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b跟1 那我觉得这题设计的很好 就是因为它要去想象一下这个圆的位置 然后再做一些细部的这个分析 尤其这个c选项 我觉得很多人会选错 其实 那其实c选项呢是这里的一个 那其中呢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c选项 这题也是一样选择了很多 这也是 那其中这c选项呢 实际上是选择了非常多 但它其实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很靠近会交道 但其实你要想象 这个圆呢如果长很大的时候 跟这里碰不到的情况 在这地方 gel 那么Ooh 这好了 我一会ga 我们再往说 我们再往说 那么 到达了